大家好,我是Sens小姐,我是Honey,大家好,Good evening 時間來到11月23日,星期六 今天亦都是我們八人九寨溝八天團隊之中的第四天 今天我們會離開九寨溝,前往楊勇哈德 今天我們亦會經過九寨溝最美的九寨溝國家森林公園 同時今天亦是我們的Shopping Day 想知道九寨溝購物團到底是買甚麼? 或者這裡有甚麼特產買? 記住抽看,我們馬上去一篇 還有我普總經和DJ在航拍機 今次挑戰的兩位寫在旅遊360八人九寨溝八天團 相媒相媒,我們在九寨溝玩了一天 我們亦都做了一個九寨溝最強的攻略出來 如果未看的話,記住去看 當中亦都說到一個重點,就是保障就業 不單是九寨溝裡面適用,九寨溝外面的景區都適用 首先說回我們的酒店 我們的酒店是連續住兩晚的希盾花園酒店 早餐時間是六點半開始 因為始終我們都是八人團隊,比較多人 再加上其他團隊來說,其實你的早餐廳有點不夠錯 大家要早點拿去八位 我們今天早上七點半,離開九寨溝 我們今天去哪裏呢? 去購物 二千元數碗八天團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一定要購物 大家亦都可以放心 因為我們報名時會跟你講清楚 這個團隊有什麼是包,有什麼是不包 有什麼是自費活動,有什麼是琴又怎樣 沒有琴又怎樣,可能買到一九九九 我們離開酒店大概是四十五分鐘 我們就會回到槓桿嶺 即是我們下山的時候,有人在那裏線親那裏 那條道路也是九寨溝冬天最漂亮的道路 如果有看過視頻的話 四月份我那團來是更加漂亮 因為今天是有少少大霧,所以拍出來的效果不太漂亮 因為槓桿嶺的九曲十八灣那條路是整個九寨溝的上落位 基本上海拔橫跨應該有幾百米 導致九寨溝的水氣出不去 然後在它的槓桿嶺那邊形成雪落落 同時間槓桿嶺的上面也是九寨溝國家森林公園 屬於一個國家保護公園 同時間它這邊也是敏江的源頭 所以國家是不給別人去開發這個位置 所以它是很原始的一個地方,非常漂亮 其實我覺得這個U型斬道 我們應該是加入行程那裡 停車下來拍照也挺漂亮 有時候我自己覺得 九寨溝裡面都沒有這個那麼漂亮 來到這邊我們一般都是下車拍照 大概是15分鐘左右 然後我們就上車繼續出發 我們會到哪裏呢? 我們會到一個大城市 叫做村主寺 你不要以為我們帶你去KTV 你想多了 我們這個是1999-2699的購物團 當然帶你去購物 第一站買的是什麼? 買的是和田玉 昆倫玉 宿王之仙 鳴蠶蟲 為什麼我們這團都會有靠物點呢? 因為便宜 就這麼簡單 如果你說一個六天團 你看看人家六天團 一般市場都賣八千多 九千多 還要六天 我們這個是二千多元八日 這間靠物點都幾天人性化 至少會告訴你 那些手法大概是多少錢 讓你心裡有個抱 你不要覺得導遊帶你去購物點 是個壞人 我又反過來跟你說 有多少公公婆婆 會願意花七千多八千多 九千多去報那九十九團 不要玩 我當你買二千多元的東西 都是便宜過純玩團 好像我們這團 講清楚整個遊戲玩法 大家明白 自己行動 當然 你說不買行不行 當然可以 我又反過來跟你說 那些人報靈團費 來香港不買行不行 都可以 你說你不喜歡肉 不買肉行不行 當然可以 你買個其他東西便可以 反正八日來說 你隨便多多少少 消費下方便可以 你問我自己來說 做一個領隊 我最希望站站也有少少 少少就夠了 不需要多 如果你真的站站吃蛋的話 下團的人看到你 又是這個領隊 這個領隊很黑仔 我們這個團隊 大部份朋友都有買 你說沒有買的話 其實我也不會緊張 因為來日方長 好了 買完肉之後 我們便會去吃飯 吃飯之前 我們都要過多一關 那關是甚麼關 就是狀藥關 你說你不買肉 肉沒有用 不要緊 狀藥有用 怎麼都可以保身體 你說我們在香港買到的村貝也好 狀藥花也好 或者是東松下草也好 這邊都有橙 當中的一隻新宜花 對鼻炎十分之好 四川的品質是最美 你說我自己來說 有帶順環團 有帶購物團 有時帶順環團 他們走的路邊攤 都是會買這些狀藥花 他們買的品質 還沒那麼漂亮 李根蠣的團有個好處 就是你買到的東西 一定是貨真價實 還有有售後保障 最怕是甚麼 自己偷偷地出去街邊買東西 買到一些假東西 你真是投訴無門 好了 我們買完東松下草 或者是那些毛牛肝之後 我們便去吃飯 今天也是吃美食會 有魚 說真的那句 其實我們吃的東西都不差 對得住團費 當然你說吃得好 就不算 好了 我們來到第三站 第三站 就是藏寨 裡面主要賣茶葉 我真的要說 這句 市場上 不是那麼多人 願意花八千幾 九千幾 去補個狗仔溝六天團 好像我們做果欄 是市場上的選擇 還有一件事 你補個給日團 後面有多少個服務員 是因為你的出現 令到他有飯 好像我們買了那個 整個大賣場 起碼有三十幾四十個員工 可以開到飯 所以有時候 就不要怪我們帶你去給日點 其實你補團的時候 你已經會知道 這是你自己的選擇 但我要重新一句 不買行不行 不買是可以的 好了 先說到團隊 我們走完三站之後 我們便會沿路落花山 中間亦會見過這麼漂亮的碟溪海子 我們過了碟溪海子之後 我們便會去吃飯 而今天吃的餐廳 我也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不好意思 九個菜一個湯 就是這樣 怎樣都比大陸團 來香港土瓜環那些 吃完飯之後 我們繼續落山 畢竟落山那條路 挺長的 你問我有沒有其他純環團 是有的 例如我們這隻 山西加陝西八天純環團 這個就是純環團 八天團做多少錢 460 那你自己衡量 但我可以告訴你 這條路線 一定是收不到九仔溝 過百人的團隊那麼多 你不要以為這個團 沒什麼東西看 這個團我們會去到湖口瀑布 另外我們會去到 金泉的雨叉大峽谷 亦都叫做 東方的美角凌陽谷 除此之外 我們都會去到 火星人的結作 正邊波郎谷 你可以再見太空衣行路 很有趣 講完純環團之後 我們又講一下購物團 這隻華東六天團 12月份 還有多少錢 1899 全稱住五星級酒店 你說有沒有純環的華東團 當然有 4千多5千多 你說有沒有人報呢 我只能這樣回答你 每一日香港機場 都有飛去華東的購物團 你說報購物團 我真的不需要太多壓力 大家出來玩 開心心就可以了 大概8時40分 我們便回到這間酒店 叫做楊庸哈德 亦都是當地的壯宅 簡單聽點 叫做民宿 而這個壯宅非常之大 總共有三十多棟樓 我們會住別墅形式 而每一棟別墅都有一個管家 管家會幫你拿行李去到二樓 或者三樓 然後明天會煮早餐給你吃 非常之貼心 入到壯宅 我們第一個見到的 就是我們偉大的習主席 沒有中國共產黨大領下 沒有新中國 這些窮山惡水的地方 都可以起到一間這麼漂亮的壯宅出來 真是值得點讚 雖然這邊比較落後 但我自己覺得 我們私培房來說 比九澤丘的私培房更漂亮 起碼有暖氣和電熱箭 你說為何我們今天會住民宿 因為我們明天會到達古冰村 是一個藍門的景點 附近來說沒有什麼大酒店 有的 開車大概要兩個小時左右 但你說我們這個民宿 開車到達古冰村 大約10公里 大約20分鐘左右 便到達古冰村 我也十年沒去過 明天勾快點回憶 想玩到這麼好玩的旅行團 記得在留言區裡打 我想去九澤丘 我就會發資料給你 我是你的香港水果導遊 小豆子 關注我帶你走一片大江南北